财富指挥官财富新标股 而且今天一来就很开心的跟各位来印证 这一句非常重用 而且你一辈子要记得的话 抓住可预见的未来 在股票市场里面想要赚钱 去抓住你可以看得见 可以预测到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未来 各位注意今天真的如我跟各位所说 如果你今天才去注意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不叫未来那叫现在 那么三星真的推出一个AI 各位看到没有AI写在这里 Galaxy AI三星S24甚至Altra等等这一方面的旗舰手机 正式来做一个发表了 那这下面还有写一台要四万多了 有一点贵 但是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四万多贵四万多 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了 那么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现在看到的三星公布呢 是现在啊 但是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可预见的未来的啊 各位还记不记得啊 12月28号 我在股市现场 就已经开始跟各位揭露这个最重要的事实了 大家都在讲神盾神盾神盾 到底是买神还是买盾 错 买三星啊 里面的指纹辨识系统一个五美金 那么三星要卖一千五百万支 对他的贡献度二十二亿元 他的股本是七点四亿 一算回来的时候 毛利算三成 结果呢 基本上估起来是六块到七块 所以我等一下还会跟各位再算一次啊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8096的琴雅到底是在去什么挖钩啊 EPS没有 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他是三星的CIS感测元件里面最重要的供应链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那么当时的神盾只有121块钱啊 那么往下还有116块啊 到今天呢 60块70块都在你手上了 谁说不能赚钱 神盾你都不敢买 我一直跟你强调一件事 后面有利多 你至少到1月18号以前 我强调很多天啊 1月18号 1月18号讲到 到今天1月18号是不是比较不会涨 这不就是赚钱的方法吗 8096的琴雅 这些都已经超过三成以上的利润啊 8096的琴雅 各位看到没有 当时才只有16块钱 现在来到25块钱啊 你不管在中间哪一天 只要在1月18号 今天以前 在利多发表以前啊 抓住可预见的未来啊 那这就是各位的赚钱的方法了 你说老师 那这后面还有没有好的股票呢 写在哪里呢 我说写在哪里 写在这个白白的地方啊 写在这个白白的地方啊 写在这里啊 写在我的鼻子上啊 各位注意啊 你说老师哪里啊 这个卖4千 这个一个卖4万2嘛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通常手机 尤其是中阶手机的话 大概1万多啊 要不要 现在是在旗舰的吧 那1万多的在哪里 1万多需要用什么零组件呢 不就是这个白白的地方了吗 所以这一张又在跟各位讲什么 在讲可预见的未来 他只是把一个 可以完全推出来的手机 拿出来给你看 但是将来大家要用了 还有机会嘛 一年全球要卖10到12亿只手机啊 所以基本上绝对还有机会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如果你看我节目的时候 还有我在努力的 包我的团队里面 来帮各位做什么事 就是要帮各位抓住 未来的一个状况啊 甚至呢 这个可预见的未来 可以抵抗所谓的转折啊 但是各位注意哦 不是每一档股票 都可以抵抗转折哦 我说过这个行情里面 假如各位看到了 那么一路上向上的时候呢 你叫十档股票啊 九档都会中啊 但是假如回到零点三八二 你叫十档股票的时候 可能只剩下不到四档会中啊 所以这就是各位可能 有一点套助的原因了 如果万一啊 反弹之后再回撤回来的时候 可能十档股票只有三档 比较好一点 所以转折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啊 所以在我节目里面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啊 除了刚才讲的抓住可预见的未来的时候 多头向上加码加码再加码 OK这个没错 然后往下回撤呢 还是一样天天都在加码 逢低就买逢低就买 对吗 当然不对的嘛 但是各位 你看很多节目 我认为这叫股票GBT啊 这是每天只要拉回就加码 拉回就加码 这叫股票GBT啊 很多老师都会这样讲啊 请问一下转折向下是不是应该出趋吉必修 是不是应该先卖再买 各位注意哦 刚才大家讲神盾 全市场的老师都在讲神盾 所以我最不喜欢讲的是神盾 问题是我真的有讲 问题是我真的有call 那最麻烦的事情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假如说你从红楼到尾都在买 我问你一件事啊 假如你没有 我上这个节目一直用红基当主轴吧 假如你没有把红基 没有把人保先给卖掉的时候 股票市场真的是就有交替耶 你不觉得这两个就差一天而已吗 各位看到没有 你把红基卖掉之后换神盾 哇 你觉得说现在的下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我们没有走旁门左道 全部都是开大门走大路啊 AIPC做完之后干嘛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PC换手机 手机比PC来得更为重要是不是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一样的道理啊 你看人保这个时候 假如卖掉的时候换8096的行雅 天啊 完美组合啊 谁在后面操控的 有人在后面操控啊 谁在后面掌握这一切的 有人在后面掌握这一切 顺便跟各位掌握这个转折啊 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件事 我的节目跟别人最大的不同 你再去看看别人的节目啦 反正每天都有掌停板啊 但是我问你一件事啊 假如红基 假如蓝天 假如这个人保没有卖出 你怎么可能会有钱去买神盾啊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 反正老师就是拼命叫股票啊 他也一直跟你讲说这个行情 这个时候跟你讲什么 会上一万九 会上两万 我说这个态度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啊 30.6元的附近 就要开始就注意贬值的状况了 那么一堆人都要跟你讲 哎呀这是股市现场了嘛 对不对 我说过这些股市现场非常重要 而且那个时候说真的一件事啊 每一个人都希望分析师讲说会上两万点 但是我对不起啊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这个行情里面 它的确有问题的啊 30.6元 结果各位看到没有 现在呢 你又回头去看台币的时候 好了 我今天对各位好一点点啊 我觉得台币呢 请各位留意 当时我是不是这样告诉各位说 这个叫做RSI指标已经出现背离了 那今天到这个位置呢 好了 先跟各位讲 好了 台币在这个地方算是涨势末端了 但是呢 贬势末端 sorry 贬势末端了 他得用错词语 但是呢 贬完了没有 至少已经回到前面这个值了 我只能这么讲 不会再大贬 但是并不代表说 不会到31.7附近了 所以各位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部分 还是跟各位说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甚至股票市场里面 你必须要放下感情去做评分 我说各位看到没有 我的天地人战法 我都会跟各位讲 我会帮各位来做评分 那么月线10分 周线10分 天地人 那么这样来评分 总分18分 现在的投资朋友 我们再来回到吧 大盘今天多少分 大盘如果从月线上面去看的时候 各位自己去看 月线上面去看的时候 大盘各位月线上面去看的时候 那么总共 两个月加起来只有7分 那周线不用讲 周线全部是黑的 周线全部是黑的 那不用讲了 就是复数了 所以总分才2分 那以台积电今天来说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讲台积电好了 那么台积电今天我来评价是9分 到目前为止 下午我认为台积电所讲的 不管你觉得好或不好 明天应该会涨 因为大家都说到不好了 所以应该会涨 所以像8096的秦亚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 8096的秦亚 各位看到没有 上面来 如果你看这个周线 周线来讲的话 只剩下一个十字线 那么甚至呢 你看一下这个月线来讲的话 月线还是一个红K棒 月线还有分数 周线快没分数了 但是日线呢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是不是应该占卖方 所以我每个动作都很清楚 甚至我们不要讲神盾好了 6243的迅捷 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日线已经翻黑了 日线已经翻黑了 所以前一天就卖了 那这档中价位的 基本上他已经得到11分了 有相当的一个机会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各位评分的好方式 我们等一下有机会 再来跟各位讲群创 讲红基等等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来吧 总要跟各位讲未来 我说过 股票市场一定要讲转折 不是等到台币贬到这里的时候 才在那边讲台币要转折 不是等到台币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在跟你讲说 哎呀不得了啊 这个什么外资卖了700多亿 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想讲 那也有很多老师说 哎呀你看今天反弹啊 你看我昨天跟你讲说 今天会反弹好准哦 我常常讲说各位看到没有 这上面到下面跌了快 跌了900多点 反弹66点 真的是台语有句话说起来 拨拨一架车 什么赢赢一步能到是不是啊 跌了一个牛车子 赢了一个本机回来啊 是这样吗 是这句话是这样讲吗 但是我跟各位说注意哦 现在第一件事情 假如它一直横向的话 那是最好的 时间够的话那么以盘待跌 将来还有机会随着美国股市 那么回稳之后往上 但是哎 今天晚上的 今天下午 晚上的这个美国ADR反应不要太强 甚至台积电不要涨太多 涨太多的话一下子砰 上去的时候又造成另外一个卖压 所以估计台积电会反弹 但是中小的股票 那么中小的股票 万一补跌的时候不要说我没有讲 不要说我没有讲 各位看到没有 中小的股票万一补跌 不要说我没有讲 我就这么跟各位说 这也是今天早上第一通 包含了我的LINE 包含了我所有的call讯里面 都有讲到的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里面还是这句话 我天天都在买天天都在买 怎么可能是师傅 我做了28年了 每个老师都天天在买 我每次讲这个 我都觉得好像 好像不见得很容易收费员 我讲白一点好了 但是各位哪一次卖出 7月30要让你卖出伪创 100各位看到没有 那时候106还116忘记了 各位看一下来 看到没有 当时是161 卖掉 卖出音乐达161 怎么会忘记呢 不管 总之各位看到没有 1月2号卖出宏基 各位不要让我卖宏基的时候 又卖到历史高点 所以宏基等一下也会跟各位报告 来那么基本上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看起来只是反弹 赶快给它拉拉拉拉拉到什么地方 拉到CES电脑展之前 要赶快50块附近 就往上就开始卖了 然后蓝天也要卖 红基三只蓝天三只加起来六只 然后大家通通喜欢精英我也要卖了 为什么 因为大盘也到了一个高点了 1月3号 1月3号开幕 这个今年开春没多久 卖卖卖卖看到没有 然后转到哪里 赶快跟你讲说还可以再加码 那么大陆品牌手机热销三星推出什么 看到吧 可预见的未来 这下面今天下午 所有的利多他们都会讲的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谁第一个告诉你说 神盾到目前为止 因为他销售1500万只的话 那么因为单价是5美元 独家供应他可以赚22.5亿 EPS7到8元 我说过现在已经有人照我的报告 写成一年12块 我说上半年卖1500万只 下半年可能没那么多 你不要直接称以二就是答案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讲的那一半 那时候股价还很高吧 今天是不是比较不会涨 好了 我希望他明天再涨 反正再涨 我们做股票不要卖到最高点去 但是基本上我卖的时候 往往比较偏高点 我希望不要是最高点 明天还是可以继续涨到最好 但是基本上 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涨势的后段 那你就可以慢慢调 对不对 一样三星CIS 你看全市场只有我在跟你说 这是股市现场的画面 没错吧 你再看清楚一次 这才是真正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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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各位很明显 接下来 各位看到吗 这个卖4万2 老实说我收入不错 我都觉得有点舍不得 我只要是给我一支4万2的手机 头给他扒下去 小学六年级而已 但是各位如果说这种中价位的手机 可以可以可以 1万多 不错啦 2万勉强啦 2万也很多了好不好 你儿子如果给你要手机 你是不是要给他这种中阶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天地人战法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从月线上面看的时候 虽然是他只得到1分 那么只有超过一点点 第二个部分但是在周线上面 一共已经拿到6分了 那么再加上各位所看到的 基本上日线加起来一共11分 超过9分可以了 超过9分可以了 比这些都好 比这几个都好 比这几个都好 既然比较好的话要不要换 比台积电好 要不要换当然可以换嘛 所以我说过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很科学的 让你看懂 我已经想办法让你看懂 为什么要用双K 因为3K就等于KD 双K比KD还快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利用天地人战法 而且手机神盾情雅 下一档可预见的未来 跟我一起抓住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抓住可预见的未来 今年元旦前后 那么什么是可预见的未来呢 哇 AIPC CES电脑展 当时的新闻 吓死你的到处都有 打开报纸 通通都是AIPC的新闻 而且还有人跟你说 红基红基红基 红基大涨了 对不起 这是过去 这才叫未来 那么真正的未来在哪里 你在看 你在看1月31号的时候 我已经在看1月18号了 所以这才叫做可预见的未来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能够抓到可预见的未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的机会 就是你的机会 而且不能乱抓 你不要说老师 神盾集团 我通通给他抓起来 这是不是手机 跟这个不见得有相关 对不对 这是手机 不是跟ChapGPT IC是相关的 然后呢 各位看到没有 看到报纸来不来得及 哇 你看其实翻译 是不是我讲的 然后推荐了四档股票 台积电 大力光 经济跟GIS 哪一档有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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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就是真正要帮各位 想办法那么 超前部署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顺便要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大盘 我相信这今天好像有人说 你看我昨天好准 今天就反弹了 我跟你讲 他每天都说反弹好吗 只要打回来就反弹 上涨明天也是涨 所以我说涨隔天也是涨 跌明天一定涨 这种叫做什么 股市GBT分析师 那种分析师GBT没有液息 反正他答案永远是一样的 你干嘛看呢 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 各位注意啊 我们没那么乐观啊 注意哦 今天啊 昨天打到17237 我说我现在教各位叫黄金切割率 第一个叫0.382 第二个叫0.5 第三个0.618 常常在念吧 那么这个叫回档第一个 回档第二个 回档第三个 所以第一个碰到0.382 还稍微破线的话 各位注意 在这边的时间 要谈要快一点 不然的话太慢的话 各位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缺口 第一次回档的时候 0.318 第二次回到0.5的时候 接下来就会形成N字形 往下压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趋势 比较像是说 在0.382附近反弹一下 记得不能回撤这个0.5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还会产生抗跌的作用 也就是你会看到说 有一些股票 它还能够继续反映它的利多 虽然它今年没赚钱 反映它未来的利多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如果万一到了0.5的时候 基本上就只剩下 这样可以反映利多了 就必须要进入避险了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每一天都必须要 有人帮你盯着盘 有人说什么 不必盯盘就能赚大钱 对了不必盯盘 你钱付给它 在网路上 它赚大钱 但是你呢 你就钱卡在那里 还有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分析师 我不要说经验太小 或者说从头到尾就跟着新闻跑 各位注意 2007年的时候 金融海啸 你在吗 我在 2007年知道吗 金融海啸的时候 一降息立刻崩盘 每股这么高 每个人都在讲降息 我真的必须要说 还好有人说不要降息 有的老师整天说 这个一月到三月会降息 我说 我不要降息 你降息的话 事情就大条了 你降息通货膨胀上来 通货膨胀上来 拜登选得上吗 你不觉得现在东西很贵吗 那还得了啊 房地产也不降下来啊 所以我从来没跟你说过 什么叫降息 而且几乎我不太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在讲这个问题 我用两个字形容叫做无知啊 你说老师你讲话怎么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对 请你注意 你把2007年当时柏南克 当这个所谓的FED主席的历史拿出来看的话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喊降息 喊降息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还好人家美国连准会没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说过股票市场里面 这么多分析师啊 我真的讲句实在话一点 怎么样你才能真的看得懂 很难啊 但是呢 我还是告诉你一句话 至少我用天地人战法来 周线月线日线 什么都让你看个清清楚楚 哪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OK不OK 4188的安克 我说过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看一下月线是不是长红 长红吃长黑啊 从两根 我这方法是把两根K线合并来做一个计算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 OK 来一样周线 吃掉了 对不对 满分吗 人线也是满分吗 不用今天的 昨天就满分了 所以今天继续涨 不就是这样吗 不就是这样吗 那我现在只能这样跟你说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 6770好了 我今天是没带过来 立基电 你要给他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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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看起来 恐怕只有只有月线 连月线都没有分数了 那我问你 你这个股票 有人说老师啊 现在接下来就准备要过年了 所以我就放着 我最担心的反正是这件事情 我刚才没有告诉你吗 你各位看以前事不忘后事之事 这里有个缺口 不小心被碰到了 有没有看到 双国也被碰到了 碰到台湾之后 往下又跌了 这后来整个数字就很大了 涨多少 涨1979点 结果拉回来 1400多点 1402点 现在是差不多了 所以为什么我在1月2号跟各位讲差不多 因为这一段跟这一段数字几乎一样 1978跟1980 差没两点 你要从这边算的话是有2000 大家都涨差那么多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会不会一样 这边又有个缺口 你们都觉得毛骨悚然 所以各位去看一下 有些股票你去看一下 比方说2353的宏基好了 宏基我怎么跟你说了 我说请你注意 这个我真的很为难 你要强反韩可以手脚 一定要非常快 因为按照我给你的融资融券的公式 各位注意到融券在这个地方 已经回到前面的低点了 所以在融券不足的状况之下 现股可能搁融券 让融券动一下让它去做反弹 但是融资不退它没办法过高 所以反弹的幅度有多少 我们希望它赶快放好消息 不然的话反弹幅度小的话 很多朋友现在也是快15%了 也不好硬有 各位看到没有 反弹幅度太小的话 会很可惜 今天它也有做新的手机出来 所以我说过各位看到没有 这就是股票市场里面很多 你必须要去掌握到的道理 甚至6805 这个没有时间没关系 基本上来讲另外一张掉下去了 股票市场里面它涨上去之后 它最后一根已经变黑K棒了 就要开始退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宝瑞 包含各位所看到的群创 群创各位一起来看一下 最近很红 留这个上影线 所以前面都没问题 但是这里留上影线 虽然还可以续报 因为超过9分可以续报 但是基本上你要不要攻击 先不要吧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 在整个股票市场里面 很多都可以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 来做一个所谓掌控的一个情况 甚至你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都从这里还跟各位讲 第一个国际上的局势 拜托人家路透社 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台币在贬值了 连路透社都有讲 奇怪 我觉得就是那个老师们 有的人都永远看不见这件事情 那台币贬值什么意思 外资在卖 怎么会有人看不出这个情况呢 到后面才说 因为外资布了很多空单 外资赚多少钱 我快要讲干你什么事 外资赚多少钱干我们什么事 我们会员朋友能不能 赶快少赔一点 赶快闪得远一点 融资到目前还这么高 融券在减少 所以这段本来就要回 而且融资一点都没有回党的 情况是这样 这里反弹其实力道不强 因为融资没有退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国际的局势也是这样子 甚至筹码面 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么融资余额也是不好 产业上面产业比较好 所以台积电今天会顶一下 我希望台积电今天不要拉太高 拉太高速度就会太快了 那经过这么多 来有没有从大到小 从大到小 哇PC这么大 手机这么小 PC很难换 手机立刻换 抓住可预见的未来 跟我一起抓住可预见的未来 各位看到没有 4万块的不买 2万块的可以考虑 1万8的可以抢了知道吗 这就是所谓1万8的手机 甚至包含华为也要推出手机 包含小米也要推出手机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评分起来是11分 超过了9分了 在这里看到没有 这就是大家可以布局的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掌握住可预见的未来 而且能够掌握住选后大事理定 今日来练 我们等到所谓的年后再来起算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我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